5月29日,国台办在北京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国台办发言人安丰山对美国打压华为是否冲击台企的问题做出回应 我们也注意到此前华为公布的供应商的这个名单里边有不少的台湾企业 可以说华为取得的成就里边也有这些台湾企业的贡献 华为和台湾的有关企业来开展合作有助于发挥企业间的这种互不优势 实现强强联合为两岸经济的共同发展能够发挥极其作用 有记者提问称民进党当局驻美机构将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 民进党当局认为此举象征台美关系紧密 对此安丰山表示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 也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的政治基础 任何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论和行动 都无异于在动摇中美关系的根基 都不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也是非常危险的原型 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我们也再次证告台湾当局 台独是历史的逆流 是一条危险的角落 任何弦阳刺众都是没有出路的 也必将自施恶目 在当日的发布会上不少记者提问 蔡当局近日动作频频 继日前延长马英九五吨一的出境管制后 加码限制退降赴大陆活动 安丰山作出回应 两岸同胞通过各种的形式 来开展交流对话和沟通合作 为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 增进两岸同胞的利益福祉 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段时间以来 民党当局出于一党一己之私 以政治理由来限制两岸的人员往来和交流 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人士 与台湾民众希望加强两岸交流的愿望 是背道而驰的 是严重损害了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 还有记者提出 高雄市长韩国瑜说 许多民进党人非常想去大陆 看看大陆如今的进步与发展 但是卡在挂着民进党牌 以及党籍与选票的压力 安丰山表示 我们对党内人士的相关言论 我不做评论 但我想两岸关系好 台湾才会好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 才能得到维护和增进 我想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 我们对民进党和我们交往的态度 是非常明确 我们对民进党和国瑜的地区 在这边 感谢观看